警察伯伯開警相見小禁 可不是來查案 一天大概都五次以上 远警排班巡前 執行互算專案 一組人馬進來 然後把他搶收这样 然后趁就是 趁农民还没有起来 这段时间 所以我们那个深夜的时候 也是有排巡逻 放眼望去整片蒜头田 即将采收 但今年夜黄病 搅局减产三成 生怕窃贼动歪脑机 农民寸步不离 把蒜头当自己的孩子在顾 我们做产兰的心态 就是够命够好 人家就要挨了 我们没办法 本土蒜头身价三级跳 农历年前 蒜头批发市场价格 每公斤一百点七元 武汉肺炎疫情传出初期 涨到每公斤一百一十四点一元 老姜价格 则从每公斤三十二点九元 一口气跳高了将近十元 介绍稍有几年 当年也有人要投票 武汉疫情的关于蒜头 介绍有更好 有啦 这样就看影响看得太好 武汉肺炎实际敏感 蒜头葱姜被视为 提高免疫力的最佳利器 方经有民众把蒜头 捣碎冲泡热水 说能增加免疫力 低温熟成的黑蒜 熬煮成鸡汤 琥珀色汤头鲜美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的 蒜头驾长 这也难怪 近方记新增口罩厂 巡签看守外 对一颗颗如黄金般珍贵的蒜头 上井发条不敢大意 下期新闻 六一德云林报道